大家好,我是教掌VL 今天我約了BT在彩虹村出發 去逛日落隻、杜蝦隻和鵝肚棧道 我們選擇了在彩虹村走大約1.6公里的距離 去到青水灣的德望小學附近起步 如果嫌走得遠的話,可以在彩虹村搭16號小巴 去到德望小學旁邊下車 不過下車後,也要走500米 好了,過完這條馬路,日落隻上 跟著鵝肚棧道、杜蝦隻落 今天現在是天陰陰 應該是不算走得辛苦的 天氣最好 一段仔樓梯之後 不要著去 靠右進山徑,有絲帶 記錄時間 大約8時19分就是彩虹村起步 入山徑的時間是8時45分 這裏呢 這裏是甚麼石? 這裏是天鷹石 總之這邊就是天鷹石,對嗎? 右邊 右邊是天鷹石 我們扣右走 這裡有人練習攀石 日落隻,我第二次走 第一次跟BT,第二次都是 上次是煙霧尼曼,雨粉猛猛的 這裏是很煙霧尼曼 很煙霧尼曼 他的形容詞是他的角度 很煙霧尼曼 剛剛,鏡頭一熄機他補了飛 大概的意思是 他很煙霧尼曼的意思是 給一些有經驗的朋友 這是真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難度度數 因為服務得更有效 更加上更多攀泊位 更加上更加更多攀泊位 而且很多時候 難要不難,是很主觀的感覺 在我的角度 我也覺得日落隻是難的 因為我第一次來的時間 先看看風景 來到這裏已經是外面看不到東西 第一次來的時間 一直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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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那次的感觉是觉得难的 飞鹅山就很多时候是连卡牌的地方 这么低的位置已经有很多打扣 有人在弄一弄一弄 好了再上 讲一些行山意外 其实报道之余 最重要是讲发生的缘由 让大家要注意 例如它没有带水 或者它没有带地图 又或者是它完全没有办法 那这些才能令到其他人去注意 你只是说在哪里发生 其实意义不大 很遥远的 是啊 如果你容易来打卡位 不打卡就没问题 你飞鹅山就因为有异道 多人的问题 很多新手都会来试试 其实很难的路 因为新手都没听过 所以不会到 不会到就相对没有意外 其实不等于那些不懒 记得了 但BT说曾经何时有绳子 但别人拔了 那都理常不是好事 OK上吧 BT说这个位置原本有一条绳子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了 但以这个位置来看 其实没有绳子都没什么问题 整个位置有足够的握手位 和帘爬的落脚位 对有帘爬经验的朋友 绝对没问题 而对没有帘爬经验的朋友 也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没有了条绳子 可能会令到一些 经验交情的朋友之难而退 从而减少在之后路段 发生意外的机会 这个位置我第一次来自杀牙的时间 是梦茶茶的 不,日落者不是自杀牙 日落的时候有这个日落者 看不看日落的呢? 真的OK的 在这里看他 OK 就是这个方向 好 不如去大冬远 大冬远 大冬远很多 但如果真的看日落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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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其实手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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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着他跟我说说现在就好天了 结果我们就改了由日落石上去接到鳄鸥土棧 九龙东 这样看上去当然是斜斜的 OK 看上去又怎样 刚才我说过第一个攀爬位置没有绳好过有绳 为什么呢? 好像来到这个位置 如果有攀爬经验应该不算太难 但如果没有的话 看上去都会觉得几空险 如果你因为第一个攀爬位置有绳 而过了第一关 来到这里才觉得害怕的话 上又不是落又不是 到时就很麻烦了 之前没有绳 现在都没有绳 即是曾经有过 曾经有两三年有绳 这条绳是一条很粗的马山绳 一路带下来 是 其实这些位置是可以不用绳 但要有经验才行 当然反过来就危险很多 有条绳就重心会容易掌握 有条绳 是 直的 我认为80度左右 但非常多的位置 是的 多的都能看到 好了出发 这个角度就是BT上了之后 由上面拍下来由下面的方向 难不难 危不危险 大家看完大家心中有数 但我想提提大家 现在就是天气对人的体能是有很大的影响 野落石和自杀崖这边的山径 基本上很多位置都是很开阳 天气一晒上来的时候 是可以非常非常热的 当暴晒的情况之下 人的体能就会下降 而判断力亦都相对会下降 就以当日的天气为例 当日已经是天阴了些少微雨 但来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全身湿透 湿透不是因为雨水而是汗水 湿透的情况是说 反正上身和下身都可以令得出汗水 上身湿透就时时有 但下身湿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说 如果这样的天气都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天气的时候就更加难顶了 而另一样要注意 就是我们抹下去的石 或者是树根究竟稳不稳定呢 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在意 刚刚就撿起了一块 好像手掌那样大的石 砍在旁边的草虫里面 这些松石 无论你握手也好 踏脚也好 对你自己或者你同行的人 都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于你自己来计 握下去石之前 一定要感觉清楚 穩不稳定 才好给力 与此同时 亦都要和你同行的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 留意着它有没有落石影响到你 大概是9点2个字 走了半个小时不够 要休息一下 好累 外面天黑暗 感恩有几滴雨粉 可以没那么浪 走得那么辛苦 看着这麽开阳的景色 我又浸起些说多句 这个景色 不是这个位置独有的 由飞鹅山顶 走到些小法石的位置 一样看得很清楚 不需要因为风景 而冒险走这边的山脚 更大 更大的主巾 最重要是稳定 才要动身 刚刚提到很多石器 都是松泥的 不要出去 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飞鹅山 几石的特色 非常壮丽 非常漂亮 但是很危险 一走出去 一跌下去 就撿不回 所以那些人打卡 很容易发生意外 如果我是不是这样做的 那些人打卡 不是像你这样的 是爬到他上前面 那个石站在那裡 不要站在这个顶上 就打 是因为下面跌下去 就十多二十米 那就很危险 很容易致命 你站在这打卡 我站在那里 身体其实不太大 真的不要这样做 就是山上三大危险 排第三就是这些 鱼崖在那里打卡 来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到日落济的末端位置 亦都只是地图上 显示 崎区和高崖路段附近的路段 其实由清水湾到的位置 来到这里 只不过是400厘米的距离 但我们就用了 差不多40分钟才来到这里 上来这个平台位置 日落济的末端 在前面 然后把高崖路段 沿着右手边走 就迫到地图上 显示高崖路段 大概就是南脊路段 人有来打卡 对 这些打卡位置真的不值得 OK 刚才Btm说了 高崖那里 就不等于高崖 不等于高崖 意思就是没有文字描述 那么险兆 危不危 各人因人而异 但是崎区那边 坏区那边真的崎区 如果以高级与K区的比较 就应该是K区那边会比较 那边就是A字崖上那边 现在我身处是平台石的打卡位 BTR很大一个打卡的 他叫我站出一点 因为高级的关系我现在站在那边就算了 他现在和我打卡 这就是我打卡的石 我不敢站出来 是位高人士 回头看回刚才石的位置 其实是很漂亮的 但意外中归是意外的 小心点好的 离开这个日落石之后 走回这些路 感觉好像鱼里平地 狮狮子山 还有自杀鞋太壁 今天我们就不想飞鸥山顶 就走到这个鹅兔棧 来到这个位置先 这个位置看上去 鹰鹉咀石 当然这个位置看当然没那么像 在上面看着 只能看到尖的位置 再看左边这幅 很大的壁就是自杀 然后中间有个弱点 转了出来 如果我的平台 为什么要看我的平台 这个平台位也能看到 但是 是的 这个位置看得很清楚 其实站在上面是很凶险的事 我经常觉得危险的事 就是何谓危险呢 当你一跌下去 是一落千丈的时间 撿不回那些 就真的危险了 你说这些闪一闪脚很危险 我就不会用危险来形容的 是的 但是这条鹅肚棧道 描述下 其实这条鹅肚棧道 其实这条鹅肚棧道 其实是微微向外车的 如果天雨露滑 其实就会恶搞好多的 相对于刚才的日落车 这条鹅肚棧道 就轻松得多了 但轻松不等于容易了 这条鹅肚棧道 基本上就围着 飞蛾山的山腰而行的 我们大概会走1.2公里 距离去到杜鹤 沿途我们会经过 柱人席、柱英席、柱人左席、右席 以及这个以天席 这些位置看似好像很险肇 其实也是有手脚位 只要小心一点就可以 刚才说的每一条山席 都可以通上飞蛾山的山顶 当然当中会涉及有难有矣 难和矣是你自己选的 不怕你选错 最怕你选错 所以一定要带地图 千万不要低估行山迷路的风险 一路走一路细心看 休息下又望上去上面 看见那些石壁 有几个扣在这里 树后面有一个扣 即是这里又有些玩攀牌位置 飞蛾山 簡直是九龙东的高级后花园 这里又有路上来的 这些不知道是催俱还是险潮 拍完B.T的背影 拍出来 这个维多利亚港 不知见不见得到 海港上的旧雨云 正在下雨 小心点 它那些青苔位置不可以踩 好 要横跨这个青苔位置 大家都知道 黑蒙蒙那些一定是滑到死 绿色滑山的又是滑到死 要小心点过 分岔位置 我们向下走 向上可以去哪 去飞蛾山 去飞蛾山山顶 我们向下走 又看到分岔路 左右两边 我们去柱鹰石 是靠左手边下 在这里很难看画面 分得到的了 跟地图走 又来到开洋 这个位置 看见 看见柱鹰石 和黑云 柱鹰石 这个位置的确是挺神似的 很多朋友喜欢上这个柱鹰石拍照 我是稳定派 所以我负责开机 BT是实力派 它就是负责做模特 你说是否上不到呢 是上到的 外面也有足够的位置给你的 但是 柱鹰石后面是万丈而为的 又是那句 量力而为最重要 先帮我拍一下 虽然在这个鹰石上 摆姿上是非常帅 但是量力而为是最重要 在这里跌死更加之刑 因为打卡出意外 被人笑 那就无谓了 分享个礼拜 医院也不值得 千万不要乱事 开柱鹰石 沿着望回山方向的左手边走 这段有点厉害了原有的寒度 即是地图上的路线 我现在慢慢接得回 离开柱鹰石之后 我们会去这个大石谷 接着由摩托棧 接到这个杜鹰石 每经过先人杜鹰石 看天气 可能摘山道走就算了 以摘山道来算做终点 现在大概还有K半岛的距离 现在拍给大家看看 这个也是鹅兔棧道的特色 其实不难走的 但路窄微微向外傾斜 而且久不久就有这些呢 一跌下去就 可能是十多米 但如果可以拉得到 又有些草给你拉住 那些路况 所以危险度 相比于自散崖 摩托棧的位置 或者是摩托棧 轻微 没那么难 但还是要先戴上头盔 行飞鹅山 是不会有二路的 OK 所谓这些都是相对出来的结果 好干哦 是不是井来的呢 不知道可能是地陷 但是里面有三个厚厚 对哦 有厚厚厚厚 看了那些纹理 整个地陷了 整个地陷了 有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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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是柱人左隻 我們就沿著向上方向走 繼續延續這個鵝肚棧道 來到這位置又要休息一會了 大石鼓 又再近一點大石鼓 差不多到石鼓的位置 來到石鼓的位置 剛才看過來就很厲害 但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 就感受不到 除非有一位師兄在對面 拍過來 上面是飛鵝山 其實不遠 我們看到這幅壁 又有些扣位 有人玩攤台 拍一下 剛才那邊看過已經知道 很斜的 那塊是OK的 但是B米下面就一落才會 對啊 雖然現在是鞋子 但是很浮會滑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距離是有 我想 十多呎 離開大石鼓 出回去 離開大石鼓 我們下一個目標 是接上這個杜蝦隻 接上杜蝦隻 大概現在的距離是 五百多米距離 然後再從杜蝦隻 下回炸山道 七百多米 一路過這個 釣蝦隻 杜蝦隻 現在的體溫狀況 我現在全身濕透了 今天已經很幸運 有些少許魚粉 如果沒有魚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久沒試過 全身濕透 通常上半身濕透都很正常 下半身整條褲子濕透 很久沒試過 竟然今天 這樣的天氣都可以濕透 其實飛鵝山另一個難處 就是 當你天氣熱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遮擋的 陰天有少許雨粉 都這樣的情況 何況是這個大熱天使 所以走飛鵝山的任何一個路段 都要考慮這個因素 天氣 來到耳天隻 早幾個星期就在這裏上來 今天不在這裏下 耳天隻是我覺得 一條意想飛鵝山的路 相對來計 耳天隻的上方位置 在我們的左邊 這裡 上飛鵝山 和象山之間的山直 我們靠左 繼續走到這個 杜蝦隻 左右兩邊的路 但是地圖只有一條 我們要嘗試拋 右手邊走一段 畫面上面見到的路況 我相信對很多行鵝山的朋友來說 都未必會覺得是很難處理的路段 但是這一段的飛鵝山路段 其實爛爛太多分支路 而更重要的是 很多分支路 其實地圖上沒有顯示出來的 沒有帶地圖 就算你有帶地圖 但有沒有事先刪定路線 和沒有開過導航的追蹤 很容易走走走走走另一條路 而更重要的是 走錯了你都不知 這個十字路 左手邊落紮山 直去 剛才直去 但原來是錯的 右手邊是象山 所謂右手邊是右邊再右邊 這個時候是象山 我們右邊的左邊 才是接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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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右 很難認 都是那句 看地圖最穩陣 這些 左左右 又是純粹讓大家 知道這個路段 很多分岔路口 要留意的意思 真的靠這幾句話 可以拍到路 那應該是天才來的 天才 正如我之前 《以天隻》的影片 比鵝山有些相對容易走的路 但如果你出發之前 你沒有帶地圖 沒有計劃路線 你走錯了 那就可以是很大劑的路段 所以 上山帶地圖 非常之重要 跟著地圖走 坐幾多個泡 坐到差不多 起碼都知道怎樣坐 位置 右環那條坑 不知道地圖上有沒有顯示 稍後再看看 好 過完再看一看 這條山坑 地圖上沒有顯示 但過完這條山坑 大概50米左右 就接回這個杜蝦席 之後就是落山路段 而我們身處的位置 應該是今天整個行程裡面 最高的海拔位置 400多 接上這個杜蝦席 之前一段小斜路 這條路口 杜蝦席 靠右就上山 靠左就下山 靠左就下山 我們今天下山 扯了氣 好了 這一段的杜蝦席 四百多米左右 距離就去紮山 剛才能拉錯距離 說有七百多米距離 其實四百多米而已 一個運動場的圈距離 從此分叉路 左邊看見獅子山 但是是掘頭路 右邊才是 有白色利龍繩絲帶 分叉路 應該差不多到杜蝦石 這位又看見獅子山 很開陽的扭境 看看右邊的地 好像石河一樣 看到嗎 其實就是鑽石山墳場 地狀觀這個位置 但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是靠左走的 OK 到了 這個位置看的 先指聲明 我第一次到 但是這個位置看的 不像的 應該在BT那邊看會比較遲 這段仔 流沙碎石得緊要 這位師兄好像想找地方 爬上去一樣 很流浪 對 下來比較輕力 打完卡 在這個 到赫石之後 快速下山 到300-400米左右 是個漂亮的路 你有沒有走過柱仁石 柱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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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個天鷹石 剛才那個是柱仁石 柱仁石沒有 對 下次可以走柱仁石 對 然後找一條 應該有一條小鞋子 可以走一下 因為 碑河沙的鞋子 是沒有水的 全部都是石 那它就會 沒什麼潭水的 不要推薦 來這裡有水玩 純粹是走坑的 來到這個位置 這段的 仙人 杜蝦石 或者杜蝦石 和之前走的 仪天蝦石 沒有什麼大分別 說一下 我現在正在拍這個路段 差不多 不算是很難走 前面看到有路 但是 航道是偏離左的 應該我們剛才的左邊有路 跟著一條漂亮的路 雖然前面 剛才看到也有絲帶 讓大家對比 OK 上回去 這裡也看到有絲帶 OK 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們沿著絲帶走 我們沿著這邊走 這條就是地圖上有顯示的路段 剛才那段沒有顯示的 BT描述是叫野豬路 剛才那條路也錯了 還是掘頭 先走上一點 對 再高一點 我們現在的方向 靠左 看看這條 右路 剛才下來的時候 這個位置應該是 轉右 在這個位置 剛才我們靠左 一切事情的錯路在左邊發生 我們一靠右 OK 這條絲帶 都是看地圖 還有設定的導航 剛才是導航 提到我錯了 OK 因為這裡已經很近 摘山道 對 剛才那些也應該可以進去 不過 有一點點掘頭 好 還有地圖 我們就不走 都看到有絲帶 來到最後一段的山 我們為這次的行程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下這幾十米 就會接上紮山道 跟著我們就沿著紮山道 到青水灣道 去彩虹就乘車走 今天我們走了飛鵝山的日落隻 鵝肚棧道 和渡開隻 講難道最難的一定是日落隻 日落隻 在地圖上沒有顯示到崎嶇或高危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比崎嶇更崎嶇 比高危更高危 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絕對不適合一些沒有攀爬經驗的朋友去走 鵝肚棧道 有一條貫穿飛鵝山山腰的棧道 懂得走的 不走錯路的 不會太難 但沿途有很多分支小徑 走錯路可以很大劑 到最後一隻 我只是走了下山的下半段 如果以下半段來的 其實跟以天隻差不多 但以走過的路段來的 迷路指數就比以天隻高 簡單的總結就是 就算有資深的行山經驗也好 千萬別一個人自己來試路 就是這個位置 接回去鵝山道 回望回路後 前面有個三角路牌 對面有支燈柱 0、4、8、8 不用問了 BT已經落了鵝山道 那麼繼續飛鵝山路 先分享到這裡 記得出發前做好準備兩力二位 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我興趣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